前面的錶傷蓋 離頭滿是生鏽 出入踩在台北自在水公司 水量計箱上頭 沒想到錶傷蓋突然鬆脫 造成四歲大的兒子受了傷 幸好只是嘴角附近有個小傷口 因為身高只有一百公分的他 突然人下降了二三十公分 到現在還驚魂未定 事情就發生在臺北新一區莊金路上 當時孩子站在錶箱蓋上頭 電腳要開信箱卻發生意外 肖先生更說尤其這裡的住戶大多是長者 這樣的狀況真的很危險 記者實際將腳踏進去實測 深度到小腿的三分之一 何況只是一個四歲大的孩子 相關單位已經判員前往勘察 同時在場設立三角追警室 自在水公司表示 通常都是兩個月超表示順便檢查 但全台還有多少隱形危機 再不快點收散 恐怕又有更多無辜民眾衰落表相蓋 華爾新聞汪前煌 正會來王辰毅 台北報導 環節9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